3-0抽3-2的对吧 3-0先打3-2的 那内战概率还挺大的 百分之六 六十多 说实话 尖技打这三个队伍 内战 李宁 内战概率太大了 这个确实也要打开 不然两个李宁记爆了 那李宁应该是上半区 因为李宁是先抽中的 第一队 Fly会好一点 看他们刷Fly了 LNG 哇哦李宁打微博 内战了 啊 内战输不丢人 内战输了他不丢人 内战输了他不丢人 他的盖子他怎么又开了 他能每一次都能搞出来有这些事故 他还是真挺牛的 他还是真挺牛的 哼 说实话他都习惯 尖技打腐赖 尖技打腐赖 尖技打腐赖吗 我问一下 是尖技打腐赖吗 大学生报答小学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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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报答小学生 尖技无所谓 尖技出了谁都能打 哼韩华兄弟 看看是哪个幸运儿呢 让我们看看是哪个幸运儿 来打韩华呢 BG 耶 那这又是黑子们最爱看的一集了 BTG打韩华 套博 套博打T1好像是 韩华打BDG 上半区 比你赢了WBG的话 可能全内战有可能 上半区打得好的话是纯保送 7万 套博在下路的 你总不能指望 腐赖去赢尖技吧 你看到今天比赛也不可能 感觉这是签 不能算是上上签吧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还行 总体来说还行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如果韩华把BTG赢了的话 如果BTG赢了 韩华说明BTG就进决赛了 如果说没赢 如果说BTG没打赢 还得是靠实力 没实力 怎么抽签都没用 睡觉 886兄弟们 T1打淘宝 只能跟你们说不好说 T1最近有点烫 T1太烫了最近 Owner回来了 Owner回来过后的T1 很烫 但T1今年能不能拿冠军 又不好说 因为尖技还是算T1克星的 其实对于T1来说 这个跟尖技分在一边并不爽 T1打韩华的胜率 都被打尖技高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来兄弟们 下来兄弟们 下来兄弟们